你好 你又要帮我家了 这些东西 黄师傅说 欠家母女冬天 手脚会 这个暖气留给你 全新的 对了 是妈妈 还有啊 爸说你现在更年期 如果吹冷气可能会太冷 但是不吹又太热 所以他就说 这台电风扇让你流吹 还有 黄师傅说 你常常啊 东西都忘记放在什么地方 万有遥控器 你走到哪里 遥控到哪里 很方便 交给你 这套工具 我就移交给强妮了 以前需要装什么 弄什么 都是我在爬上爬下 交给强妮之后 什么事以后 你就叫她来装 自己不要这样爬上爬下 你年纪大了 万一摔下了怎么办 你妈呢 我是什么时候 有生下来过了 没有吗 我记得我刚搬来的时候 在门口订了个招牌 就高出你的招牌啊 零点五公分 结果你就爬到上面去 结果 破刀牌 欧洲牌 我这破刀牌 你走着阿宇 你还未够了 天哪里 对吧 我为你叫一声 我真的叫你老板 好啦 就像你和我这些东西 我一定会好好感应 对啦 那个山珍好味 我已经打炒干净了 交给房东了 那那个店里面那个账 等我算清楚之后 银鱼过来 那我拿回来给你 不用啦 等我做到会 我还没真的拿钱出来 你还能够照顾 我还能够照顾 你还拿钱给我 不用啦 没没没 应该算成 要更多 怎么了 阿嬷 是在干啥啦 妈咋 什么事啊 怎么了 说起来 你姐姐你就说 你怎样啊 妈妈 今天我们在路上遇到Victoria 她的男朋友 根本就不是Rock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家的 黄书琪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都是假的啦 你讲清楚啊 意思就是说 所有事情 都是大哥骗我们的 他根本就没有私意 连Rock 可疑也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 他根本就不想祖辈 他根本就还记得我们大家 他为了跟婉婷姐离婚 故意做到爱上维多利亚 在你离家出走都是计划好的 他把我们大家都骗了 你们怎么知道啦 我们遇到那个维多利亚 看到他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 在逛街 我们以为他脚踏两条船 一气之下把他抓去见瑞克哥 结果他就告诉我们的一切实话 可是瑞克哥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因为因为因为瑞克哥 他得了脑瘤只剩下一个礼拜啊